哈喽各位好,欢迎回到这个神掌在欧洲 等了好久呢,终于这个洲界开放了 我们呢,也是在一个月之前才匆匆啊 定下了这一次去塔斯玛尼亚的这个行程 塔斯玛尼亚呢,是澳洲最南端的一个独立大岛 岛上呢,是一个独立的洲 因为是澳大利亚最南端的岛,也最靠近南极 所以啊,天气是澳大利亚最低的一个地方 那许时前呢,一定要准备好充足的衣服 在路上啊,我们碰到一对印度夫妇 刚从摇篮山下来,居然呢,就穿了一件厚的T恤 结果说给动的啊,不得了 路上啊,歪歪海样说呢 难道他们来之前就不做一下起码的工业吗 各位朋友啊,来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 多戴衣服,记得穿上羽绒服 在混沌山和摇篮山非常的需要 那山上和山下呢,能差出啊,十几度 去塔斯的马利亚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啊,坐渡轮 在摩尔本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开车上渡轮 这样呢,既便宜就可以省去了租车的费用 渡轮呢,大约经过九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到达 渡轮有白天的,也有晚上的 晚上的会更贵一些,因为呢,能够节省一些出玩的时间 这个山长呢,因为是在黄金海岸,只能啊,飞过去 两大城市啊,可以选择飞霍巴特或者是啊,飞浪西斯特 那我这次呢,选的是直飞霍巴特 霍巴特安排了三个整天的行程 包括一天市区和古今艺术博物馆以及霍林顿山 一天是Brandy Island 还有一天呢,是约瑟港 下面呢,我们就分别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先说呢,霍巴特市区中心以及啊,霍林顿山 那霍巴特市区呢,衣山傍水 市区啊,最值得去的就是水边码头那边的艺术广场 当然还可以顺便看一看 州政府大楼市政厅 对这边啊,有很多不错的小店 也有呢,很多不错的餐厅 大家可以啊,尽情的选择 那么,在这里啊,走上一两条街 就可以啊,赶到一个有很多中餐馆的地方 这里啊,甚至还有陶大大鸡排 是啊,这个船长的最爱 如果呢,是啊,中国卫的朋友 可以呢,选择在这里找吃食 那,如果啊,是周六在这里游览呢 还可以逛一逛这里的萨兰曼卡基市 我们呢,因为是四月份到的 所以呢,在市区已经可以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氛 从市区开车 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福尽顿山 建议您啊,一定要选择在晴朗的天际上山 这样啊,才可以鸟喷到整个霍巴特市区的全景 以及近处的山光湖色 这个船长啊,就是啊,上了两次山 第一次被半山的云雾挡住了什么也看不见 那到第二次呢,才达成目的 山上啊,真的非常冷 一定要穿羽绒服或者冲锋衣 山上的观景台呢,也独具特色 胖冷的朋友呢,可以啊,呆在这个观景台里边 是全封密的 摩纳古今艺术博物馆 游览时间呢,差不多两到三个小时就基本够了 北霍巴特的摩纳古今艺术博物馆 还是啊,非常值得一去的 您可以啊,开车前往 但是呢,根据他们的建议 这个山长选择了从市区乘坐杜伦前往这个博物馆 随着杜伦不断的前行 您可以啊,回头看一看市区 随着两边的湖光山色穿过霍巴特著名的 塔斯曼大桥到达博物馆码头 数着99街台阶一路登上古今艺术博物馆 对于这个博物馆呢,确实啊,比较现代 里边的展品呢,大都是啊,近几十年的作品 以抽象艺术主义和讽刺艺术主义为主 还有一些超现代的艺术作品 另外需要提醒呢,带孩子的朋友 展品当中呢,充实着大量的和性有关的作品 所以我们在参观的时候呢,无奈只能让妈妈带着小朋友啊 绕路走开,带孩子去的朋友呢 可以选择在博物馆的外边多玩一玩 另外呢,博物馆四周也是很有特色的 还可以呢,去镜子迷宫 非常有童趣的一个地方 如果您不是特别的赶时间 可以在啊,艺术馆后面的餐厅 喝个啤酒,试个午餐 有的时候啊,还有音乐表演 很惬意休闲的一个午后 Brandy Island 布鲁尼岛 游览半天和一天均可 这是啊,惠林顿最近的一个岛 没有路,只能开车上渡轮再上去 渡轮基本上啊,每20分钟就会有一般 不需要预定 坐渡轮呢,也是20分钟就可以上岛了 岛呢,分成南岛和北岛 中间呢,有一个叫The Neck的地方 是一个连接南北岛的一个狭长地段 那下了船呢,就啊,是北岛 上岛往前开,十几分钟 就到达生蚝农场和奶酪工厂 生蚝农场呢,因为我去的时候啊 那天停店,所以呢,只能买新鲜的生蚝 回去自己做了 因为这个人长啊,实在不喜欢吃生的 所以还是烤了烤吃,也非常的不错 奶酪工厂啊,倒是品尝到了非常不错的奶酪 并且呀,配上可以自选四种不同口味的啤酒 作为岛上的一顿Morning Tea 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来到那个叫做博子的地方 一定要登上观景台 可以看到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海面 一边是风平浪静的湖水 这也是啊,这个岛最值得来看的地方 继续往前走,那就到达南岛 南岛呢,可以走到尽头就是灯塔 灯塔呢,如果是在晴天呢,还是值得一看 南岛还有一个叫做Adventure Bay的地方 时间充裕的朋友呢,可以在啊,那里停留 据说可以看到白色的袋鼠 这也是呢,澳大利亚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白色袋鼠的地方 Pordaissa 亚瑟港 亚瑟港从霍巴特出发啊 大家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所以呢,往返就需要三个小时 去这里玩呢,需要留足一整天的时间 从霍巴特一路开过来啊,进入这个半岛的时候呢 比起Bichner的噴水洞啊,还是弱了不少 再往下走呢,就是啊,魔鬼厨房和塔斯曼拱门 这个景色呢,确实是可圈可点 特别是塔斯曼拱门 本来呀,我想放大江无人机飞下去,去拍摄 可是呢,当飞机下降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啊,这个拱门下面的风啊,越来越大 为了避免发生炸击事件,所以啊,我赶紧把它收了回来 我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呢,按照塔斯曼明亚的规定 在任何的国家公园都是啊,不人喜飞无人机的 这个呢,我也是啊,后来才得知的 那这四大机关呢,其实啊,离得都很近 相隔呢,最多不过是十分钟的车程 所以呢,很快就可以啊,一起的看完 那开车掉头呢,回到分岔路口 再向右行驶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约算坊的救食监狱 那个是需要呢,买门票进入 在门票里面呢,包含四十分钟的监狱讲解 以及二十分钟的死亡岛巡航游 我们啊,进门后,是一个叫做Peter道先生给我们做的讲解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呢,他说到 这个监狱对犯人呢,定时定量的营养搭配食物供应 结果呢,按照当时的平均年龄统计 霍巴特的平均寿命啊,也就四十多一点 在这个监狱,平均犯人的寿命达到了四十七岁 那迎面最大的建筑呢,就是监狱的主体 它呢,四周分别是啊,有军官住所,港楼 教堂,医院,给违反规定的犯人设立的单间监狱 这个监狱呢,是英国刘方犯的一个试点监狱 很多年轻的犯人呢,在这个监狱里呢 被培养了很多技能,出去后呢 成了铁匠,木匠等手工艺者 那二十分钟的巡航游呢 可以带你啊,近距离的观看死亡岛 其实就是一个死者的目的 还可以呢,近距离的观看男孩监狱 这个是一个专门给未成年人提供的监狱 把他们呢,和成年的犯人分开 避免啊,受到不好的影响 并且呢,给这些年轻的犯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导游项目 比如说,关于死刑犯的讲解 再比如说,这个监狱夜游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啊,多花一点时间 停留在这里,特别是啊,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 Richmond,李诗满 这个呢,是一个离华特非常近的历史小镇 开车呢,只需要啊,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啊 游玩上两三个小时,也基本上就够了 李诗满呢,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镇 只有一条主街,最著名的景点呢,就是呢 它的历史拱桥 坐在草地上的拱桥旁边 喝杯啊,咖啡,让时间 静静的暂停一刻 仿佛啊,有时间倒流一百年的感觉 我们不经意间啊,发现了一家 很具特色的咖啡店 咖啡店里呢,有很多过去使用的银器 还有老式的咖啡机 来这里的朋友啊,不妨找一找这间咖啡厅 在小镇上,我们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微缩警员 这里再现了一百年前霍巴塞的样子 很多小小的建筑做得非常的精致 里面呢,还有许多人物 形象做得栩栩如生 如果带小朋友去的朋友啊 还会让小朋友在这里做一个寻找人物的游戏 比如说呀,找一个吊在树下的男孩 找一个塔斯玛尼亚的老虎等等 让小朋友啊,乐此不疲 好了各位,塔斯玛尼亚游上部分 就给您介绍这些 下部分呢,会给您介绍九飞湾 童话庄园 火炎湾 浪塞斯顿 和这个山长最爱的摇篮山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